大會排隊 但消防條例 大會認為不可以讓他們在裡面站 站10個發覺行不行 看看可不可以噴到一點 因為走廊這些地方 有些人都願意坐 他們這麼辛苦排隊 很可憐 今天整個活動是一個半小時 要留十多分鐘就簽名 因為要買書 沒辦法 出版社很緊張 外面有很多書 如果還未買書 那些就可以 這些是操勞的事 當然讓我講 讓你的聲氣 這是重要的事 現在時間有限 黃毓民會跟我們講到五點鐘 接著我們有十五分鐘的Q&A 你們可以跟他對答 拆他也可以 我覺得不應該捧他 不知不知道 整天招招招都這麼高興 當然要這樣招一下他 OK 第二 接著最後十五分鐘 最後十五分鐘 最後十五分鐘 一人拿著一本書 像陳志雲一樣 就在排隊給他簽名 還沒買書 就在門口還有書 就是賣到一本搞事錄 那些是搞事錄 那你就可以 一會兒去沿途 為什麼 我也想知道 你一個大教授 你有文化的人 你好地地 你又不走去 正正常常 跟人講道理 你又要走去找招招招招 一會兒又要掃人桌 其實私底下 有一些抑文的人 大家都知道 他是很溫文以雅 出口成詩 無情情 現在搞到 做了香港第一幫的幫主 為什麼要搞成這樣 我想知道 所以我今天來 其實我就 本來我是指甲坐在下面 但既然 有病亨坐過來 我現在要插你兩東西 我會追問你 現在就先給你解釋 你做什麼搞事 其實我今天是想來講書 因為今天的題目就是 講議會文化 其實我是想講 就是 講勞梭 是的 我要講勞梭 講一個議員 代議事 在一個所謂的代議制度底下 代議事究竟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看到 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即是立法機關這些成員 他是一個選舉產生的一個機構 按照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其實講得很清楚 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 這個行政機關 就向立法機關負責 是一個這樣的制度 但是這種制度 在基本法的規範底下 他究竟怎樣去實現呢 但是現在 立法會又不是全部由選舉產生的 他只有一半的議席是分區直選 由全香港登記超過300萬的選民 一人一票 分區以這個所謂多議席單票制 然後比例代表制最大余額法 去產生這些分區直選的議員 是吧 另外有一半呢 就是由這個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 我們叫那個是間接選舉 而這種間接選舉產生的 立法會議員呢 其中有一半呢 他不是由一個人做單位 來去選舉產生的 他是一個團體 一間公司來做單位的 是吧 所以社會民主連線呢 就申請司法復行 在今年的11月呢 在高等法院 這件案子就要審了 我們就司法復合這一種制度 我們以為他是違憲的 那現在我們找到兩個社民業的成員 一個是從事運輸業的其中 就是駕駛的士的 那我們拿到這個法律工作 就是司法復合這一種制度 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11月的這場官司 我們打贏的話 在立法會裡面有四分一的 有四分一 應該是十幾個 差不多是四分一的功能組別 由公司或者團體票選舉產生的議員 去選舉無效 這個是極具震撼性的 一個對這個憲制的挑戰 各位 很多人沒有留意 這就是社民連去做的 沒有人會做這件事 但是在布泰12月 就要提出這個政改方案 2012的政改方案 如果萬一那場官司輸了 那政改方案就跑湯了 接著下一步可能就叫人大勝快 我們也未必有得贏 但至少我們要從司法去挑戰它 其實我們就要很清楚 令到公眾明白 現在的議員的代表性是什麼呢 權力來源在哪裡呢 為什麼只能夠一半的 所謂代議士 這些議員是由選舉產生另一半不是的 這樣怎麼運作呢 在現世上怎麼運作呢 所以這是一個過去 大家又不想拿出來講 但是 講了又好像沒什麼用的問題 我們是通過一個司法的途徑 除了我們在議會裡面抗爭之外 我們是通過一個司法的途徑 希望在法庭裡面得到一個公道 因為你沒有第二個途徑 你又不可以搞革命 又可以找一把槍跟它拼命 那你怎樣呢 扔一下招又不斷吵 臉黑黑 你看這個曾蔭權志 還有我們之後 他的樣子都壞了 因為他經常生氣 壓力大 他還好 他樣子都壞 其實我今天原本就是 當然又是一位神功二位弟子 這種場合又是介紹一本書 但是有射自然鄉 我早兩天 昨天已經有個新書推介會 也有百幾二百人在這裡 每天有空抽些時間在這裡簽名 這樣都會賣到一些書 但有書局 我想我這本書都不會太差 因為他不是一本正論集 是一本立法會的紀錄 有些人說我們沒有做事嘛 對不對 有個專欄作家叫查小欣 他說 社民連這三個傢伙 只吃頂招數場講粗口 一個月拿二十多萬 我們要他回水 他想發這個回水運動 叫我和長毛和陳偉業回水 我就真的剛剛想發這個運動 叫他多加些水給我 我那些津貼全部拿出來用 是吧 還要自己貼錢 人工幾乎沒有得待 是吧 因為我們做直選議員 面對幾十萬選民 要開辦事處 是吧 人家民建聯派米 我也知道派米 民建聯派粽 我也派粽 民建聯派月餅 我也派月餅 我在整個結尾 那個毅文長者之友會 現在有六百個會員 快要多過社民連 六十歲以上加入這個會 有空帶他去旅行 間中就派米 一樣做的這些事情 錢從哪裡來 對不對 對不對 他說叫我們回水 我說最好就是加薪 回水 他不明白 不知道真不明白 還是假不明白 作為一個全職的立法會議員 是很辛苦的 在香港 因為人工太低 津貼太少 我們連政策研究的費用都沒有 最近我去台灣訪問 立法會有一個團 去台灣訪問這個滅貧和社會企業 別人的國會議員 有一個國會的政策大樓 是吧 有做政策研究的支援back up 任何國會都有的 香港沒有的 就是靠立法會秘書處 還好笑 立法會秘書處的秘書 最低薪的那個 高於我們立法會議員 全部是AO來的 那些秘書長 二十多萬是會議員的 那些副秘書長 助理秘書長 所以在立法會裏面 在Panel做秘書的事務委員 會做秘書的人工 高於立法會議員的 這就是香港這種 畸形的制度 你明白 因為你立法會 有一半不是選出來的 那些有錢人 你國保給人工 他做什麼 理論上就沒有給錢 他打算是吧 Honorable 給名字你前面 冠以HON. Honorable 我會把這個專櫃的 我的卡片 就是把這個專櫃的 擦掉 所有立法會議員的卡片 有一個好的 有一個 sample 前面一定是Honorable 政府所有的文件 信件給我們的 前面一定加 HON. 但我擦掉 因為我是人民的代表 什麼專櫃 什麼專櫃 是不是 他們為什麼以前 叫立法局議員 或者現在都叫立法會議員 叫專櫃的 立法會議員 專櫃的議員 就是因為他人工少 大哥 你這個是社會服務 來的 榮譽來的 是不是 Honorable給了你之後 就不需要給人工 但是你有了選舉之後 就不是了 大哥 我們參加直選的人 譬如九龍西選區 有四十幾萬登記選民 有一百萬人口 是不是 你要開多少個辦事處 是不是 你一個直選大選區的民意代表 你要花很多錢 是不是 你要招呼很多人 做全職做不到的 基本上 但是他的制度就是這樣 是不是 他有一班功能組別的 那些又是立法會議員 你好像李國寶那些 叫三點不露 我做立法會議員 一個會期完了 一年 我見過他前後不夠五次 是不是 還有那個霍振亭 中大投票 他見到他回來了 阿天你又回來了 今天這個 一定要投 不投不行 他見到他回來了 我坐在這裡 他來不見了 我幫你 他回來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